水保局花莲分局第四届农青河农游活动 今年首度结合台东水保局共推出 农青河193纵谷大地艺术季 今天正式开幕 累计共有39件的大型装置艺术作品 分布在花冬纵谷中端的玉璃、妇璃 以及台东、池上、观山等乡镇 邀请大家共赏艺术悠游农村 热情的原住民舞蹈为纵谷大地里里 农青河193纵谷大地艺术季节开序幕 大地里里在我这里 大地里里欢迎你 来到这边我相信花莲分局的所有艺术品 一定跟台东一样是游客的最爱 那我们就把这个万路良昌大地庆典这个部分 两个分局就结合在一起 我想在以后应该是两个分局 把花冬的这个艺术品通通结合在一起 这样是所有游客的一个幸福 水宝局花莲分局第四届农青和艺术农游 今年度首度结合串联台东水宝局的大地艺术季活动 邀请国内各艺术创作领域的艺术家来创作 搭造艺术农村 悠游农村之美 因为我是来自以南投 所以说翻山越岭到这边来 那这边其实基本上我们做创作的 做尤其地景的生活的步调都也是比较慢 来到这边感受非常的好 但是就是天气有一点热 除了来自南投埔里的主编创作家徐敏胜 以玉里镇都市传说创作心灵知识之外 还有来自台东的安盛会 以及花莲在地港口部落艺术兄弟党 伊佑葛造与萨布葛造一起来创作 大地花布 赞 现在这个作品叫做油童花下的香芋 来给你给一个赞 延续农青和农游的精神之外 这一次创新改变 水宝局花莲分局这一次是以大地理理艺术为策展主题 教育并且反思人与土地 生态环境永续的重要性 今年这个地景是我们比较新的尝试 那我们的活动一样还是会有将来的一些市集音乐会的活动 一系列的活动我们从今天开展一直到今年的12月10号为止 所以相关的活动我们还是会陆续来办理 而今年花莲与台东总共有39件与地景交融的作品 为纵谷披上一席新意 等待民众前来用心慢慢观赏 记者是玉兰玉礼采访过的哦 就是玉兰玉礼采访过的 konse初 也很准 R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